原神的新生怨又再一次引发了玩家们的不满 观众们大家好 这是几种哥 原神的幻想增进巨石 又增加了一个卓越模式 进入的门槛相较于之前又一次提高了 从18人改成了22人 并且在22人的基础之上 你还可以额外选4人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可以选26个人的 选满26个人不仅能让你的阵容更加充沛 还能够吃满更多的buff 所以他其实是变相要求你上26个人 只不过名义上要求是22个人 你增上22个人就是难度变高嘛 至此也回答了为什么 此前幻想增进巨石的原始只有600次啊 相对的老生渊的原始却提到了800 在全新的卓越模式加入之后 现在新老生渊的原始每一起都是800 策划也等于变相跟我们回答了这个答案 那就是这个模式打一开始 设计上面就是先设计好了卓越模式的 只不过他们还是有点害怕 就先给我们上了困难模式 水温稍稍先放低一点 观察一下社区大家的情况 以及大家的数据在说啊 但是他们观察完之后 居然还是选择在5.0 这么重要的时刻上卓越模式 实在是让我有点没想到 我不是说反对你们观察一下大家的情况啊 这个就你们观察了半天 没看到玩家是多么喜爱幻想增进巨石吧 连你们自己都发公告 那个公告不能说是道歉吧 但是也算是表明了自己要优化什么的 那说明尖锐的声音你们是听到了啊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居然选择在5.0 还是要上卓越模式实在是让我有点没想到 这可能有点大公私病的成分在这里了 反正换我来的话 这个卓越模式肯定要在5.0后一后的 毕竟这个版本对原神有多么的重要 相信不用我多说啊 你们肯定自己心知肚明的原神的很多决策 这在我眼里是非常的匪夷所思的 也正因为5.0这么的重要 为什么要4.8让文案组的人放手一搏去证明自己 为什么要在5.0上卓越模式 如果换我来的话 这个模式高低得压到5.2去 像5.0搭版本这种吸纳玩家回流的版本 并且虽然不多 但是肯定你们也是希望吸引萌新加入的一个版本 那么在这种版本 我肯定是不希望拿出这种东西来泼玩家的冷水 我不是说我都聪明了 这是正常人的思路才对的吧 就不敢再怎么说 如果换我来至少也要压到5.1去 为什么在5.0刚开的时候要上这种模式呢 这个确实让我搞不懂 原神的决策总有一种让我感觉群龙无首的样子 就越是重要时刻 他反而越喜欢赌 赌那种小概率事件就很奇怪 我举个例子 就好像是篮球比赛剩下10秒钟 你落后只有一分 你就非要在中场投三分那样莫名其妙啊 仿佛各部门之间严重缺乏沟通那样 原生的很多运营策略 老实说我都无法沟通啊 那很多光学长肯定觉得人家这么多狗吧 我开会难道还能比你差不成 我同意啊 但是那你们至少拿出结果啊 不要次次反买又次次都是我对 搞得我也很无奈是吧 你成绩得拿出来 游戏的热度哪去了 游戏的流水哪去了啊 真的流水就算了 热度哪去了 社区风评也越来越差 最近不是单纯的钱的问题了 你成绩多少得拿点出来吧 而且你们看他第一页有三张卡 简易普通困难模式 但是他这个卓越模式下面呢 还是留了很多空白的 让我不进去思考他下面不会还有东西吧 而且我觉得幻想增进巨史这个名字起的也不太好 缺乏一种弹性 你知道吧 你不如一开始 搬上来的时候叫幻想增进小史 然后再出一个中史 然后再出一个大史 最后再出一个巨史 以后还可以出什么特级史呀 豪华史之类的 这样灵活性就拉满了 来一起把公平打在天才上 关于目前这个全新的卓越模式 我体验下来总的额言是难度上面有点微妙啊 血量上他并没有特别为难你 但是有些关卡 他还是非常明确的有卡玩家们的对策的 像我的这个月卡老灯号 你如果能跟我一样轻松的选满人 甚至还可以多出来这么几个角色的话 总体打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除了有这么几关比较的阴间 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之外 我先说说关键的部分啊 尽量帮足够多人满心嘛 首当其中就是这一关 要求你在一定的时间内 杀掉八只火属性的深渊法师这一关 我建议尽量不要选 水属性角色如果不够多的话 很容易翻车啊 即使水属性的角色足够多 你也要记住这一关 他是明着台纳维莱特的 没有错 幻想真进去使 他不仅卡你属性了 他还开始阴阳怪气的 在特定的关卡专门的 为某些角色量身定造的设计 像是那种重置机会 就要留在抽出这种卡的时候 八个神员法师这一关啊 乍一听杀掉八个神员法师 并不难对不对 可问题是 他是两个两个刷新的 并且还伴随着一大堆的杂兵 这些火史莱姆 就是精髓中的精髓了 因为他们可以不停的下落攻击 妨碍你去集火神员法师 你就算把那些火史莱姆给干掉了 他们也会爆炸同样会打断你的进攻 然后时间上又有点紧 法师是同时最多存在两个的在场上 他是逐步刷新的嘛 理论上 夜兰航秋的破火盾能力是比纳维特要强的 但是策划就是精心设计的这种关卡 放一大堆杂兵 就是为了专门坑夜兰跟航秋的 骗他们的索敌 让你在实战之中无法控制 并且深渊法师刷新的方位也是非常大范围的 更加能够突出纳维特的转火能力 以及可控能力 这一关除非你有一命以上的纳维特 不然都建议你跳过啊 把夜兰跟航秋用在这种关卡非常不值的 硬着头皮打 我觉得也没意思 奖励又不丰厚 属于是又费劲又吃力不讨好的 其次就是小草神跟雷电将军一定要留着 有两个boss是非常需要他们两个的 首先就是第三个boss龙溪富人他会开水盾的那种精英龙溪啊 你需要小草神快速破盾 然后就是最后的一关冤天地弟弟那个地 他也会开水盾的这些开水盾的家伙 如果你没有草系的角色打的肯定会比较慢啊 当然硬度碾压也没问题啊 你用火器角色去破水盾的话 毕竟他们两个血量低嘛 也没有深渊这么硬 但是各位练度如果不够的话 小草神一定一定一定要留着 当然官方也给大家留一个答案 那就是爱美丽爱爱美丽爱的素质本身是非常棒的 再加上这一期燃烧的buff给的非常强 大家在玩的过程之中要酌情 不要把爱美丽爱这么轻松的抛出去啊 他是燃烧跟激化都能打一打的 他毕竟草属性的后台是基底反应的元素嘛 不打燃烧火力放不出去的时候 当个工具人也算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其他关卡我感觉基本上就那样 还有就是那个首塔的关卡 尽量不要选那种双机器人 你又拒不动他们然后他们还会两个分散开来进攻的去打塔的 那就很麻烦选那种单小宝的控起来好控的 要么就是那种人形敌人让特邀的万叶把他们给控起来啊 那就非常好打了像那种双机器人又控不住的吸不动的 也不是说不能打 但是那种人形的可控的 还有就是单小宝的关卡很轻松就能守到90分以上的 一个真正懂的游戏频道是教大家能用脚打就不用手打 能用屁股打就脚也不用OK听懂没有听懂的把我的屁股学会了 打在公屏上我前面解释完这些之后 我相信打不够的应该都很好打 至少我这个频道的观众应该打起来是非常轻松的啊 大部分的大家在强度上是有累积的嘛 至于萌新玩家累积一段时间就好 也不用着急就那些大左up门下面的 学长门能不能进去都不知道了 对不对吗 关于这个幻想增进巨石啊 我觉得简单其实是真的简单 但是嗯莫及是真的莫及像我这种强度频道观众们的游戏理解有一定水平 基本上打过第一次之后后面都是白送的关键是你选了一个牌之后 你发现这一关很恶心 他不让你退出去重新选 他就要你从头开始打过对不对 就如果你想重新选关的话 这对很多老玩家而言就是一种挫折 你毕竟选牌的时候是没办法完全看清楚这个关卡的所有布局的吗 再加上幻想真金巨石一下子膨胀了不少啊 这个玩家们也会合理的去期待啊 接下来这个模式会不会越膨胀越厉害 那毕竟深渊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吗 原生的这个新深渊是真的恶心 尤其是初见的时候是很容易恶心的 接下来这个视频的下一部分 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选人和抽卡 细心的观众应该注意到我全部拉满之后 发现我还溢出了三个角色的情况之下 我回头就把公子跟黄毛给踹了 对不对 把黄毛踹了应该很好理解 那为什么把公子踹了呢 理由非常简单 那就是公子的配对实在锁得太死了 万叶半尼特香菱是属于很高价值的角色 为了使用公子稍稍爽一点 同时甩出三张人权卡的使用次数 这在幻想真金巨石里面是非常难受的 这就是为什么幻想真金巨石是尤其利好 组队更为灵活的角色的 你像万叶半尼特香菱如果不上的话 公子那个输出 你假如拿他去尼路的队伍里面凑数啊 那个直伤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把公子跟黄毛给换下去了啊 我知道这个时候估计会有弹幕说公子打火法的那一关可能比较舒服之类的 那就游戏理解不过关了 那一关知识这种问题就不在破盾上面 要破盾的话 你以为航秋叶蓝破盾慢的公子是近战角色 他近距离抱了史莱姆你也不好受啊 你还带个盾不成这游是有水盾吗 那一关就是台水系的能够远程输出的有霸体的能转火的水属性角色的 你公子有哪一个吗 要打都能打 要操作都能操作用你们教吗 但是玩聪明一点的话 那张牌一开始就不要去学 至于为什么选择安百跟新颜 安百非常好理解 那就是在首塔关卡有嘲讽能力的角色 其实是挺关键的属于黄金型的能力 而新年在幻想真进巨师这种总体而言生存能力要求并不高的场景 他作为一个可以开盾的角色 不仅够用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他可以充当破盾的角色火系角色吗 所以在幻想真进巨师里面像这种功能性的能速切或者能后台角色价值都是比较高的 有很多玩家目前的游戏理解仍然困在老深渊里面啊 恕我直言你们的游戏理解该更新了 你们的游戏理解还停留在原始人打木装的时代 像新年这种能开盾的生存戏能破盾的角色 后台的速切的幻想真进巨师里面的战略价值 实际上是比那些只能够傻傻的站着打木装的大c都要高的游戏理解没跟上 你就不要老是去踩这个角色 那个角色看不起新年什么 反思一下自己游戏理解 其次就是大家所谓的能够依托三的角色 像是仆人鸭或者是纳维莱特这种三体人主c嘛 但是这类角色要打的爽一般都需要命做了啊 那毕竟康打断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你就必须得带能够开盾的队友了 你想想现在幻想真具是基本上都是ban中里的 而原神这个游戏呢 哎护盾角色其实可选的并不多 除了中离之外剩下的其实都不太安逸 所以仆人跟纳维莱特虽然还可以 但是考虑到造价才能够带来的舒适度 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那毕竟造价摆在那里 你抽了命之座也只能上两次的话 在造价方面还是要稍稍扣一点分 剩下的第三类角色就是那种纯种主c啊 就是你打着打着很容易拿来凑数的 我就打比方说迪路克这种绝大部分玩家 都会歪出来的主c 很多玩家就可能把他拉到70级 然后就带进队伍里面凑个数 对不对 甚至可能手里的武器都是40级的 这纯凑数的就三个人打一关用的 像这种没有功能性的纯组c呢 在抽卡优先级上 对于幻想增进巨师肯定是优先级比较低的 有多少玩家啊 这一期是不是打着打着发现 胡桃跟迪路克同时在队伍里面 然后本质上就是三人作战嘛 就甚至啊有一些低颗度的玩家 是不是胡桃迪路克跟可莉 同时在队伍里面的情况都有 我跟你说就甚至哪怕是可力度还算好的 你丢两个一就下去也还行 就至少能充当一点作用 那些只能住场的主谁就真的是 哎呀这个你带两个等于带一个了 你们没有发现吗 在幻想增进巨师里面 肖宫的大招居然有用了 就哪怕当个燃烧的点火机都算是有点用了 就至少不至于像其他的纯种主谁那样 两个塞在队伍里面 只有一个人能上场啊 我建议幻想增进巨师 大家进去之前给甘雨和肖宫 这类角色换成充能杀漏 因为这个新深渊对 dps的要求并不高 反倒是有时候真的需要发挥功能性的时候 上两个主c的时候 你最好要保留有一点灵活性 其次就是像是 神里灵花这种可以打速切的 你要哪怕拿着技底剑 反正dps要求并不高嘛 就是那种能想办法打速切 打后台的主谁 功能性也会稍稍再高一打 最后就是这个卓越模式 在选牌的时候能够加角色 就尽量加角色啊 不要却选那种花里胡哨的buff 因为他们那些buff呢 虽然有一点强力 但是老玩家其实是不需要的啊 萌星可能需要考虑这个 但老玩家尽量多选角色 这个模式伤害真的不是最大的重点啊 手里没角色才是最痛的啊 至于萌星 你其实根本就进不来嘛 这个新模式不就是给老灯自嗨的嘛 反正老灯们记住我这个视频的两部分 前半部分是教你在这一期 尽量避开打些关卡的啊 后半部分是教你怎么选卡的 魔鹰的观众别忘了把前面的那个分屁也看了 结合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最后就是喜闻乐见的环节 原神玩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史一样的深渊的呢 首先是国服玩家的投票 在参与投票的玩家之中只有6% 认为这个新深渊的卓越模式十分好玩 动手动脑值得研究 不是你们是反串吧 你们但凡选第二个差强人意 我都信你们了 前面两个选项的玩家占比13% 然后就是认为设计的很一般的玩家占比11% 只愿意给个及格分啊 认为不及格影响了 我继续玩的积极性的玩家居然高达35% 我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就会觉得啊 那剩下那么多人去哪里了啊 最后一个选项 酱油通道或者说早就已经气坑了 美哈哈占了42% 居然是绝对的主流 嘿嘿 这个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原神的流水下滑的这么厉害啊 这个看起来很多玩家是真的气坑了 也许觉得我这个频道存在一定的幸存者偏差 并没有这么的热爱 没有这么holy love 更新 impact 所以投票不准啊 但是流水是不会撒谎的 我这里如果很多人气坑 但是原神的流水是蒸蒸日上的话 那可能确实是我这边的问题 但是事实金钱是不会撒谎 另一方面啊那些高纯度的学长们基本上都是轻度玩家 主流都是不报名的 像那些大佐阿普的观众里面有几个可以进入深渊的比例有多少进入深渊之后没有被打的一扑一落的 我表示怀疑在我这里甚至有竞速玩家在投票要比含金量你们那些大佐就算了 真的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其实是国际服的投票 你们可以看到61%的玩家选择了酱油通道或者早气坑了 可以看得出来台港澳的玩家们也是绷不住了酱油的比例越来越高 想当初我退坑的时候董哥的问卷调查酱油比例还只有20%左右 上次只有20%好像也就几个月以前的事情 其实20%维持了很久了大概一年半多最近刮太多了突飞猛进 哎呦这个原神策划真的是幻想真经巨石也是设计的很差他们好像生怕有太多人玩原神那样 你们别搞的最后这个频道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玩原神好啊注意看这个米蝶系up主折腾了半天最后发现原来整个频道玩原神的就他一个人 你别看他的视频在rb播放上十几二十万在魔音动辄上百万但是实际上看他视频的都是不玩游戏 哎我真的服了你们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读读玩家们对新深渊的感想真的很好玩希望原神继续出更多类似的模式要不就直接把老深渊顶掉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楼中楼点量最多的是基里奇好帅想抽 没有我就说这个这个声音不太尖锐 应该是真正的玩家的声音然后下一个高量评论前期有尼路死活一个草抽不到不想另外两张强卡就把尼路当挂件用掉了这个评论比较强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暂停看一下 就是抱怨这个模式的抽卡设计的不科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并没有特别建议大家抽艾美丽艾啊就尽管他的数字很高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绑定燃烧反应的这会导致有些关卡他就即使是解锁了草系的角色他可能那一期要抬战放啊有可能要抬计划呀他不让你带火系的角色那艾美丽艾的价值一下子就会暴跌嘛实际上就是跟尼路一个道理只不过尼路更惨他是强绑配对的然后艾美丽艾他你至少拿来打计划也没有那么的拉裤挡当当个计划工具人也还好 还算可以至少能够提供一点输出至少比你队伍里面带两个战场主谁要合理啊所以艾美丽艾总的而言算是第二题对吧比上不足比下鱿鱼但是他有很多倍率真的在燃烧反应里面这一点还是比较扣分的接下来的评论啊只要他还是随机抽选角色那就还是死那必须给十分要策划知道他们设计有多卓越再接再厉原神策划设计角色强度的时候角色的强度就是相互战魔的巴拉巴拉现在不让自由组队了就违背了角色设计的初衷真是更有难度和策略 最新人的好玩爱玩建议加大比重支持老米设计的所有模式不好玩后面有个水盾龙奶和草都不够了回去了一次啊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啊给大家做提醒一定要留着啊留着小草神啊总的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评论都是比较尖锐的啊哎呀你们这些人夸的都是串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好吧全都是尖锐的声音一看就不是真正的玩家我们还是要沉下心来细细的去品尝这个幻想真进去死 你们这帮退坑的家伙赶紧回来跟我一起吃好吧就我们吃合理吗不管怎么说吧原神策划这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深渊的设计都满满的那种想要勾引大家多抽角色多抽新角色的那种感觉了啊应该是真的流水不太好 KPI不太好帮帮我们啊加油吧啊这个我觉得5.0总体而言问题倒是不是很大啊风担一堆妹子过来送行还让主角站中间拍照是吧旅行者还得秀一下自己的各种元素力是吧走到哪里被人哄到 是吧看到有人欺负卡奇纳主角还难得硬气了一回英雄就美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还是更喜欢桀骜不逊的元宝啊 主要是你们4.7 4.8太过于放飞自我了啊接下来我觉得你们起码还得花三四个版本来慢慢的逐步的赢回玩家们的信任和信心吧过去几个版本真的冲击太大了啊对决赛的流水数据做好心理准备吧从5.0的剧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原神已经开始不太敢乱写了我前面也说了他那个5.0的剧情基本上全都是社区里面在喷的地方我猜啊原神团队里面估计有人给高层掉起来打不然不会转的这么快的转的这么彻底 但是这是你们应该做的而且你们还得做很长一段时间玩家们才能够慢慢的忘记啊这个肯定会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没办法啊正如前面说的你还是之前放飞自我太过了关于人身后续还会有什么乐子让我们且看吧今天这个关于新声音乐的视频我们就简单聊这里如果觉得有趣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视频一键三连观众闻到后续分享就有更有韩子亮的游戏咨询